只见男人轻轻扔出一块石头 大楼两侧顿时架起加特林 开始无差别扫射 任何生物都别想活着通过这里 随后小队来到一处建筑废墟前 凯尼斯摆好姿势射出一箭 接到两侧瞬间喷出熊熊火焰 确认安全后小队继续探索前进 就在不久前 凯尼斯在饥饿游戏中凭借一己之力打破了竞技场的穷顶防线 但剧烈的爆炸也使自己陷入了昏迷 当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已身处飞往第13区的飞机上 没想到曾经被都城镇压的第13区竟一直隐藏在地底身处 而眼前这位疯姿萨爽的女人正是反抗军的领袖科恩 他们向凯尼斯介绍了现在的局势 饥饿游戏结束后 有七个地区同时吹响了反抗的号角 正是因为凯尼斯那不屈不挠的精神 点燃了民众心中的希望之火 反抗军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救他出来 希望他成为引领者 带领更多地区加入反抗的行列 可凯尼斯并不在意这些 他现在只担心梅拉克的安危 为了激起凯尼斯内心的反抗精神 盖尔带他回到了家乡 眼前的景象让凯尼斯彻底崩溃 曾经的家园早已面目全非 战争过后留下的永远是无辜者的哀伤 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然而他的房子却安然无恙 妈妈和妹妹已经被揭去13区 只剩下妹妹养的猫还在 凯尼斯将他带回给了妹妹 与此同时总统为了镇压民众 开始进行全国直播演讲 这也是总统给反抗军的警告 很快电视上出现了梅拉克的身影 作为采访嘉宾的梅拉克一直在为凯尼斯说话 他表示凯尼斯从未参与过反抗运动 呼吁大家放下武器投降 不然战争会死更多的人 显然梅拉克是在为都城发言 而这番言论惹怒了电视机前的反抗军们 他们认为梅拉克是一个叛徒 可凯尼斯始终相信梅拉克是受都城威胁 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为了救出梅拉克 凯尼斯和科恩达成了协议 必须救出梅拉克和其他贡品 并赦免他们的一切罪行 出发前比特博士为他量身打造了新武器 还有三种不同用途的剑 很快凯尼斯率领全副武装的拍摄小队 来到了战火纷飞的第八区 临时医院躺着无数受伤的民众 眼前的惨状让凯尼斯心如刀绞 但他的到来却给这些濒临绝望的人们带来了希望 受到鼓舞的民众纷纷举起代表信仰的首饰 凯尼斯已然成为他们的精神之主 然而他们的行踪很快被总统发现 于是立马派出武装战机发起突袭 凯尼斯一行人刚离开医院不久 天空就响起了轰炸机的声音 众人迅速找掩体 躲过一轮轰炸后 凯尼斯带着盖尔来到高处 看着远处飞来的战斗机 凯尼斯果断张弓搭舰 朝着天空蓄力一击 轻松击落了两架武装战斗机 然而不远处的临时医院未能幸免 整栋大楼瞬间化为一片废墟 看着眼前的惨烈景象 凯尼斯心中的愤怒彻底爆发 他对着镜头控诉都城的暴行 反抗军的宣传片迅速传遍各个大区 受到鼓舞的民众无所畏惧 哪怕身后是全副武装的都城士兵 他们依然勇往直前 民众纷纷爬上大树 而树下的士兵疯狂扫射 但下一秒他们便在爆炸中化为灰烬 反抗军因此取得了一场阶段性的胜利 但凯尼斯深知这胜利的代价太过沉重 他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煎熬 在多地暴乱的情况下 都城也迅速做出回应 他们再次利用梅拉克来做文章 公然痛斥凯尼斯的宣传行为 希望他迷途之法 别被反抗军利用 此时的梅拉克看起来身心疲惫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受了什么样的折磨 唯有凯尼斯能够理解梅拉克的身不由己 于是凯尼斯再次回到了被摧毁的十二区 因为这里是他和梅拉克的故乡 盖尔向凯尼斯复述了 当时都城的军队是如何轰炸他们的 他永远都记得这份仇恨 这是一群嘲笑鸟飞到他们身边 摄影师建议凯尼斯唱首歌 让嘲笑鸟将其传唱四方 凯尼斯听了他的建议 这首歌曲迅速传遍了每一个角落 无数民众在歌声的鼓舞下 发起了反抗运动 他们手无寸铁 却勇敢地冲向都城发电站 前面的人群被射杀倒闭 后续的人们继续跟上 直至将炸弹送入大坝深处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发电站被瞬间摧毁 都城顿时陷入了停电状态 然而他们利用备用电源 继续让梅拉克在电视上 对反抗军进行指责 与此同时 比特利用黑客技术 强行插入了凯尼斯的画面 这一举动让梅拉克 短暂地恢复了理智 他向凯尼斯等人 暗示了一个重要线索 总统已经发现了 反抗军在13区的大本营 正准备对其进行轰炸 虽然没有在雷达上 发现任何异常 科恩还是决定 全体进入防空洞 不久之后空袭如期而至 幸运的是 他们都躲进了防空洞 反抗军因此惊险地 渡过了这场空袭之夜 科恩决定继续拍摄视频 告诉其他区的民众 他们的嘲笑鸟依然活着 可当凯尼斯重新回到地面时 却看到了一片废墟中 铺满了白玫瑰 这是总统给他的最后警告 如果再继续配合反抗军 他们就会杀掉梅拉克 凯尼斯在这一刻退缩了 他不想拿梅拉克的生命去冒险 也不想再为反抗军录制视频 这时导师找到了凯尼斯 称他们有了新的计划 现在由芬尼克出镜直播演讲 吸引国会的注意力 同时派出救援小队 去营救梅拉克和其他被囚禁的人 然而他们最终还是被发现了 并与基地失去了联系 凯尼斯赶忙致电斯洛总统 恳求他放过梅拉克 施则为救援小队争取撤离时间 但斯洛这个老狐狸早就发现了凯尼斯的小把戏 直接切断了通信 这让凯尼斯再次陷入了绝望 可没过多久救援小队不仅全部凯旋 还就回了梅拉克和其他幸存者 盖尔认为这是总统故意放他们回来的 这背后肯定还有更大的阴谋 他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然而下一秒意外发生了 梅拉克发疯一样要杀了凯尼斯 好在众人及时将他控制起来 当凯尼斯再次醒来 脖子上已经搭上了支架 声带也受到的损伤 原来这正是总统的阴谋 他用药物将梅拉克改造成刺杀凯尼斯的人体武器 此时科恩竟向反抗军宣布他们已取得阶段性胜利 所有人为此欢呼雀跃 只有在病房里的凯尼斯却乐不起来 看着梅拉克被折磨成这般模样 凯尼斯决定主动申请来到前线作战 他们很快来到距离都城最近的第二区 众人对作战计划产生了分歧 凯尼斯认为还是要给敌人投降的计划 他们之中还有无辜的平民可以劝导他们投降 而其他人则认为对待敌人不应该手软 就在众人僵持之际 科恩提议可以制造一场雪崩 然后只留出一条通道 当他们通过隧道求生时 就可以劝向他们 看着缓缓驶来的火车 凯尼斯本已想好如何劝向 没想到为首的幸存者直接拿枪劫持了凯尼斯 经过凯尼斯的一番劝说 男人最终放下了手中的枪 不料这时突然有人放黑枪 凯尼斯中枪倒地生死未卜 另一边总统看着现场传回来的画面 开始举备庆祝 反抗军没了精神领袖士气必然受挫 可自己的精锐部队在第二区全部阵亡 部队指挥官被总统刺死 殊不知凯尼斯有防弹衣保护只受了点轻伤 他再次鼓起勇气前去看望梅拉克 虽然没有之前的暴走行为 但言语上依旧是憎恨和埋怨 这让凯尼斯的仇恨越发强烈 他再次请求返回战场 却遭到了科恩的拒绝 表面上他是为了保护凯尼斯 实际上是担心自己的领导地位受到威胁 可凯尼斯没想那么多 于是在队友的掩护下悄悄来到前线 没想到一下飞机就被民众认了出来 看到死而复生的嘲笑鸟 他们再次举起了代表信仰的首饰 远在大本营的科恩看到这一幕心里十分不悦 但也只能将计就计 开始继续拍摄宣传片 同时让伯格斯带领一支武装小队潜入危机重重的都城 没想到的是科恩竟然将梅拉克也送上了前线 而此时的梅拉克还没有完全恢复 安排在凯尼斯身边无疑是一颗定时炸弹 都城内部到处都是机关陷阱 幸好伯格斯手中有都城的全西图 小队按照地图上的指示轻松找到了机关 确认安全后小队继续探索前景 但全西图未能实时更新 伯格斯不慎触发新机关 在弥留之际他将全西图的使用权交给凯尼斯 并告诫他不要相信任何人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另一名队员再次触发机关 随着都城大门缓缓关闭 海量石油如潮水般向他们涌来 众人见状只能一路奔逃 这时梅拉克突然向凯尼斯发起攻击 另一名队友上前帮忙 却不慎被梅拉克推进石油之中 慌乱中众人逃入大楼才惊险逃过一截 由于出现了人员伤亡 军衔最高的女军官准备撤离 可凯尼斯却告诉他们自己还有秘密任务 等到石油慢慢退去 他们留下两名队员等待救援 其余人则继续执行任务 就在凯尼斯他们刚离开 原来的地方就被包围 伤员所在的位置瞬间被炮火摧毁 还好刚才的石油阻挡了监控视线 总统并未发现突击小队还有幸存者 随后总统向全国宣告已经彻底剿灭嘲笑鸟小队 然而反抗军并未因此屈服 反而燃起了更强烈的斗志 他们一路高歌猛进兵临城下 几人商量着接下来的计划 可街道上到处都是机关 并距离总统的老巢还有70个街区 为此他们决定转到地下 通过排水系统直达都城中心 凯尼斯通过全系图检测 确定前方并无机关陷阱 他们便在黑暗的下水道中谨慎前行 他们很快来到一处洞口 可就在最后一名队员即将通过时 总统释放的变种人冲了出来 众人只能边打边退 奈何他们数量太多 凯尼斯几乎用完了手中的箭矢 幸好他们及时找到了逃生出口 芬尼克为了掩护凯尼斯撤退 被变种人拽了下去 凯尼斯眼看凝旧无望 只能忍痛结束了芬尼克的痛苦 剩余几人刚逃出下水道 都城的士兵早已埋伏好 众人只能且战且退 可这里也早已布满了机关陷阱 身后的地面开始不断暴敛 在躲避了重重机关后 他们在纳塔利的带领下来到都城朋友家躲避 不久后总统再次发布直播视频 他告诉都城人民 反抗军已经攻到都城 无处可逃的难民都可以到总统府避难 凯尼斯认为这正是刺杀总统的良机 于是他和盖尔乔庄混入人群中向总统府走去 可路上有士兵检查市民身份 就在他们即将被发现时 身后突然传来剧烈的爆炸声 原来是反抗军已经攻入了城内 混乱中两人赶紧寻找掩体躲避 不料身后的装甲车直接被炸弹掀翻 盖尔也被冲上来的士兵抓走 凯尼斯只能继续小心翼翼地向总统府靠近 难民们纷纷举起孩子 希望总统能收留和保护孩子们 这时天空中突然飞来一架飞机 并投下了大量补给 都城人民纷纷伸手去接 可谁能想到这些补给竟然是炸弹 无数难民在爆炸中丧生 凯尼斯也被冲击波震晕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时 看见妹妹正在废墟中救助伤者 他当想上前和妹妹会合时 第二次爆炸来袭 等凯尼斯再次醒来已经过去了两天 从母亲悲伤的眼神中得知妹妹已离他而去 反抗军最终也打赢了这场战争 随后凯尼斯来到后花园 见到了沦为阶下球的总统 原来对方已经身患重疾 随身佩戴的白玫瑰就是为了掩盖嘴里的血腥味 从总统嘴里得知 飞机投下的炸弹并不是自己的秘密 这让凯尼斯震惊不已 凯尼斯半信半疑地回到住处 向盖尔求证斯洛总统的话是否属实 尽管盖尔没有正面回答 但从他的神情中凯尼斯已经知道了答案 随后科恩召集众人宣布自己将暂待总统之位 并决定处死前任总统 另外还要重启饥游戏 让战败的都城市民自相残杀 大家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但最关键的一票落在了凯尼斯身上 没想到一向善良的他竟点头同意 但前提是必须由他亲自处决斯洛总统 处决之日凯尼斯在万众瞩目下 缓缓走向行星台 施惠国即将迎来新的纪元 新总统科恩也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这时凯尼斯瞄准了绑在柱子上的斯洛总统 他的眼神逐渐变得犀利 下一秒凯尼斯直接射死了科恩 这一刻凯尼斯终于领悟 敌人并非是某个总统 而是那些统治者所带来的暴政 最后民众通过选举选出了新的领导人 凯尼斯重新回到第十二区 当他看见妹妹养的那只猫 心中的悲痛再也无法抑制 这个坚强的女人第一次放声大哭 几天过后凯尼斯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更让他惊喜的是 梅拉克竟然也回到了这里 三年后他们的身边多了一对活泼可爱的人 经历了种种磨难后 他们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